今年七一是香港回歸十五周年的大日子 本應大肆慶祝 不過曾蔭權爵士就偏偏反其道義行 只顧貪得無厭荒廢正事 懶待即將來臨的七一回歸 至今仍然未舉辦記者會交代回歸活動 也沒有大型宣傳 只是靜靜雞在網頁上再超過300項活動 令到今年回歸氣氛淡薄 比起2007年回歸十周年在2006年11月 就已經舉行記者會宣布主要回歸活動 可謂擦天共地 貪爭懶待回歸 親中人士普遍心中有氣 全國政協委員劉孟雄就狠批貪爭 貪盡省港澳海陸空之後 一直忙於救火 根本對公務不上心 而貪爭揚言奮鬥到最後一分鐘 也都變成貪到最後一分鐘 時事評論員劉瑞兆就說 回歸15年氣氛淡薄 和香港首次出現正式權力交接有關 加上貪爭目前被人罵到飛起 如果太過擴張 會再次勾氣市民對他吃喝玩樂 貪小便宜等的印象 而劉瑞兆也都相信 梁振英也都樂意見到不太擴張的安排 因為可以藉此建立他本身 不浪費公帑的形象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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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